Hello,大家好,前段时间我们发布了2024年的新的玄游世界挂耳咖啡 今天就给大家再做一个充足的介绍 也给大家聊聊挂耳咖啡的更多的一些细节 首先,你看这是我们的挂耳咖啡的包装 这是一个文件夹带的盒子 然后正面是一个玄游世界的插画 背面是一个咖啡豆的小窗口 这边是我们的一些品牌的介绍 上面是我们的slogan,喝咖啡看世界 这里边一共是有四个口味的 这四个口味我现在都已经摆在了我的前边 一次是罗马,第二个口味是墨尔本 第三口味是上海,第四口味是旧金山 因为发布视频里边我也都说过 这四个城市的文化以及生活的方式都很不一样 所以说我就用这四个城市来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代表 把它做成了四个口味 而且这四个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调性的口感 两个深烘焙,两个浅烘焙 大家如果看我放在前面这挂耳咖啡的时候 袋子鼓的比较多的就是深烘焙的 你看一三这两个它明显的袋子鼓的更高 因为深烘焙的咖啡豆它释放气体会更快一些 像二和四这两个明显就是浅烘焙的咖啡豆 依次冲泡一下 打开冲泡 这个是罗马打开的一瞬间 就是它那个传统欧洲的喝咖啡的这种香气 就直冲脑门 然后旧金山就是果酸味 有点柠檬红茶的感觉 上海明显就是烤坚果 就类似这种果核的感觉 最后墨尔本就是桂夏 桂夏其实就不用说了花香然后果酸 喝一下罗马 瞬间感觉像是抽了一口 Esprazzo一样 这个真的非常的浓郁 那种咖啡的香气直冲脑门 就是它不是那种焦苦的味道 咽下去之后大概有个三五秒钟左右 甜感的回甘就上来了 所以说这只罗马是我非常想要带给大家的这么一个味道 就是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去过欧洲对吧 但是你喝了这个咖啡的味道 就很像是在意大利河道的浓缩咖啡的感觉 再喝一下旧金山 哇柠檬红茶的感觉非常具象 偏果酸型的这种调性 非常适合如果你要是喜欢喝精品的手冲咖啡 你平时喝各种单品咖啡豆很多的 旧金山这个我觉得你应该会很喜欢它 因为前两天我还收到了私信 就是我们这个上线的第一天 有小伙伴就已经买了 然后买了之后呢 他就发了私信说 旧金山这个我们考虑不考虑 单独的把它做成一个一盒装的 因为他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目前呢 我们还是以混合口味的为主 那单一一个口味的我不知道 做了之后 需求的人多或者是少 如果要是需求的人很少 做了之后 那卖不掉 它就不新鲜了 所以说呢 我们目前还是以四个混合口味的为主 旧金山这个 如果你喜欢喝精品的手冲咖啡的 这个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喜欢 另外就是我为什么把旧金山的风味 做成了这种酸甜 柠檬和茶感 是因为我觉得旧金山的精品文化 它起源的非常早 你看像blue bottle就是在旧金山起源的嘛 所以说呢 我就想用这么一个偏精品咖啡的这种调性定位 旧金山这种城市 好的 那接下来是上海 我们先喝一下看 烤坚果的味道非常非常明显 酸甜苦平衡 它的味道在你口腔里边不是就是一条直线 车糊过去了 它是这种酸甜苦加上这种烤坚果的这种层次 复杂的这种味道 就是包裹的非常的舒服 我觉得这个味道它很符合上海的调性 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在上海的 全国各地的也都在上海的 那去各种各样的餐厅 就是你可以吃到任何地方的东西 我们就用一个比较平衡的 比较协调的 能够符合各种各样的人的需求的这么一个味道 来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 这是我们做的摩登上海的这么一个定位 最后一个是重头戏 因为它是这里边的唯一一宝 龟夏 我喝一下 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它的酸感比旧金山的酸感还要低一些 它的酸度是那种非常柔和的 围绕在你的口腔里边的很柔的淡淡的那种花瓣的感觉 那我为什么要用龟夏来代表墨尔本这个城市呢 因为墨尔本这个城市真的非常有代表性 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它其实是属于第三波精品咖啡文化的一个中心点 那就像是罗马一样 它是一个意识咖啡文化的一个中心 所以说我就用龟夏来代表墨尔本 就是也想表达一下墨尔本这个城市 它对于咖啡文化的一个重要性吧 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你要是去墨尔本的话 你会发现墨尔本这么高密度的咖啡馆里边 烘焙度喝的很浅 浓度喝的很高 杯子用的很小 基本上你看到的外带杯有4盎司的有6盎司的对吧 可能以前是8盎司10盎司为主 但是现在都是越喝越小 越喝越浓 好 OK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我们2024巡游世界的挂尔咖啡的一个小小的分享吧 可以去尝试尝试 OK好 测完咖啡 然后我们开一个箱 我不知道618期间 你们有没有买衣服呀 什么之类的 这个呢 但是我在这个Under 20这个品牌店铺里边呢 买了一套摄影师夹克 收到这个快递的时候 我真的没想到这是一件衣服的快递 难以想象这么大的一个盒子 这是个飞机盒应该是 真的是 里面是一个袋子 它做了三层的包装对吧 我们的咖啡是两层的包装 但我们的咖啡便宜 我们的咖啡就几十块钱 我买的这个呢 是一个180以下的好的 这有两个尺码的 一个是180身高以下 一个是180的身高以上 那这个虽然说它是一个摄影师夹克 但是如果要是穿到我咖啡师的身上的话 那我会把它变成一个咖啡师的夹克 咱们上身试一下 整体穿上的话呢 还是 妈呀 贼帅 看一下后边 妈呀 贼有型 它这两个拉链我发现了 要先拉上边的拉链 先把上边的拉链拉住 再拉下边的拉链会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咖啡师穿也是挺不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手摇摩托机 新品的罐装soe 这个小手冲壶 电子秤的就可以放到旁边这个口袋 还能放什么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放的 对 对挂耳咖啡可以再放一些 叠叠了 我硬是猜进来了 这个防静电的这个喷雾瓶 放这个里面 出去的话也能够做一杯咖啡了对吧 对 所以说你看 这个我觉得对于咖啡师来说 也还是挺合适的 虽然说有这些很多小的袋子 我还没有用上 我后边的话 我会发觉一下 这些小的袋子 它能够放什么东西在里边 这个我直接就穿出去 这个野外郊油 直接拿出来就可以做咖啡盒了 对吧 掘掘子